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劍安 非常開心今天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 跟你有一個簡單的對話 先跟現場的媒體專員問生好 打算招呼 大家很想一想 做完媒體 大家好 我是做完媒體 很開心這次來到臺灣 其實我去年也減載過一次 哦 對 是參加過程 但這次我們是很慎重的 我們要請來參加一個頒獎的領域 我們在頒獎的領域下的領域會是非常重要的安排 有什麼簡單的可以先跟大家說 這一次來到這裡參加金鐘獎頒獎領域是怎樣的心情 很開心啦 其實九幾年的時候我來過一次頒獎金鐘獎 是 這九位領獎領域參加過一次 這次算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 哇 好 這一次大家都很期待 聽說你有一些特別的演出 是不是讓大家很期待一下 還有最重要的是要來擔任頒獎領域 對 那你對這個獎領 還有把握一下演戲的部分 其實對 先說到你的演出的部分 好了 對臺灣的觀眾來說 就是非常地想念你 尤其在最近期其實 你也不斷地非常有很多的演出的角色 那請您在一個包吻地獎的演出的計畫上有什麼新的特別的可以先跟大家透露個人的部分 其實你剛剛過完的一個叫相立成城進入雙 對 對 裡面有一個天后 然後又生成壞人 喔 有壞人 對 那個壞的天后 那你從以前都是演大家主動人人 喜歡人的女神啊女主角 那現在變成了有一些個性的角色 那心態上還有演技上 對你來說有什麼特別的轉發 還是你自己喜歡這種作品 我覺得剛剛開始的時候 觀眾不太接受 火區也沒有壞人 因為大家希望都覺得我這應該是出出可憐了 被欺負了那種一角色 是 對 然後我演一個壞人 然後去生氣別人去害別人 所以大家覺得 唉唷 不行 不行 接受不了 剛剛永遠的好了 因為你都得到好人 那我在戲劇節目角色裡面 可是他們也看到 傳統一山有這些聲音進來 那也很大方 也在自己的一些圍巫啊 這個品牌的音量上 也跟粉絲對話 所以你也很自在 在這些角色的轉發當中 大家就覺得說 哇 你更清晰了 其實 呃 其實我覺得 呃 其實我覺得 呃 跟大家互動一下 其實是挺好的一件事 可是因為呢 有鄉里有一些新聞出來 對 就是說我退出威國 對 大家都覺得 以為我是受不了大家的罵 然後我就退出 其實不是 其實我是 其實我是 三年前我就想退出 沒有播了 對 因為我是一個不愛上網的人 對 然後我挺懶去看這些東西的 其實久不久我就會 所以唯一句我也是 呃 選一個 選一個語迷 然後就回答一下 很少 其實很少 不錯 你們都怎麼選 怎麼樣的那個留言 會跟你選一下 沒有啊 都隨便 沒有啊 就隨便 現在請問給大家呢 如果想跟你對話 怎麼會有些親情 然後可能希望怎麼樣 怎麼樣 可以得到你的親愛 還可以得到 海內的回覆 這樣 呃 其實通常他 可能都是那個 受到一些 一些錯的信息 我去更正 好好好 對 很多事 他會得到你的更正 至少看新聞 就有一點訊息 得到你的回覆 但在這邊看到你 還是 如同如往 看到你這樣覺得 哇 一直保持在一個很大的狀態 包括了外形 包括了心情 包括整個人 那你 可以提供一下大家 怎麼樣讓自己 這個永遠青春美麗 這樣的效果嗎 對 沒有永遠青春美麗的 呵呵 我也會啦 我今天有個詞 五十二 好 你也請大家 都承認出 哦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就是要是你自己怎麼去活 你怎麼去看待事物 有沒有 就像這個時代 跟時代 一同進步 其實很重要 跟時代一七七步 是不是覺得是重要 保持這款狀態的方法 對 那大家也會想 這次來算是在 賣兩天上 臭腰的嘉賓 但可能也會說 有一點時間想去哪裡走走嗎 吃一吃什麼想念的食物 有嗎 跟大家撒冷透透一下 我記得我之前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出商店還有拍妻子 我經常在大街上買一些小吃 買小吃啊 對 我很喜歡吃 有小吃人店嗎 你會想吃他 還是在不在 我記得最早的時候 我經常去一家 叫 還是說 早天六 還有 還有 鴨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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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用派對的 是 還有小吃包 就是還是可以派對 那有派的話 有派對 李泰峰 好 那大家知道 有想念品的人 可能也會 在這些有美味的地方 期待看看你工作 工作之餘 有沒有可能在那地方 騙人先生 那明天的這個 搬家電影校 就有毛病多 在這個地方 帶給大家很多 精彩的演出內容 今天有很多美女同學 其實都聽相見你的 所以待會 我們要請他們上台 也跟你做一些現在的訪問囉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客中心他們 是